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下集好 今晚我們有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在市場上的關注度比較高 就是今晚英偉達 英偉達將會發佈第四季度的一個財報 其實作為AI概念股中的龍頭股 英偉達已經是穿越了特斯 成為了當下市場上成交量最大的一隻股票 這個地方的話這份財報 其實市場的關注度是非常高的 在未公布的隨暴之前 我們提到在星期二晚之內 距度已經跌了4.35% 其實這個隨暴主場的預期 應該是說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可能更多的角度去分析理解 就是說這個隨暴還不支持到它 可以走出這麼高的一個股值水平 所以市場來說 在達到預期 沒有超預期的前提下 因為可能還要跌為主 所以這個地方 在星期二出現了 今年以內最大的低落跌幅 那麼它的期權的引波 也都表明了什麼呢 英偉達的隨暴可能會被這隻股票 帶來8.11%左右的一個上下波動 對於這個市值1.8萬億美元的股票來說 這個波動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所以這個地方 對於今晚的市場 美股也好 和對於接下來的市場 後期的走勢也好 都會帶來比較大的波幅的變化 那麼大家如果在這個地方 有早期的 可能都可以適當地去做一個 隨暴的一個波動 好嗎 那這個是我們提到的 今晚的市場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好 多謝各位同學